众所周知,在一众海上战舰中,航母无疑是最大的霸主,它的排水量都是以数万吨甚至十万吨以上,还没有军舰能与之相平美。 不过,事实上却有一种军舰,被称作是准航母,甚至有些人会直接将其称作是航母,这就是两栖攻击舰。 故名思义,两栖攻击舰就是既可用作海上作战,又能当作登陆舰使用的舰艇,而这种舰艇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它很大,到底有多大呢? 排水量一般在四万吨左右,机上可以装载大量的武器装备,功能几乎与航母差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回家两栖攻击舰,是做是航母的原因之一。 而现在,美国的这样一艘四万多航母出动了。 据央史新闻7月28日报道,美国媒体称,美国海军的埃塞克四号两栖攻击舰已经紧急驶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迪哥海军基地港口,舰上携带着F-35B战斗机奔赴中东地区布防。 要知道,美国的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本来就在那一片区域内巡航,此次又派取一艘航母,美国就是要有大动作了。 要知道,距离美国给伊朗的最后期限,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从两国目前的交锋来看,伊朗似乎并没有要妥协的意思。 相反,伊朗方面还非常傲气地回应,美国多次发出的警告,甚至已封闭霍尔木兹海峡相邀邪。 我们知道,美国每年要从中东进口大量的石油,而这些石油的运输路线避过霍尔木兹海峡,小兰石油对于一个军工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有多么重要的这里无需过多赠言。 而伊朗辞职就相当于,是把美国的重要能源来源掐住了,这样如何能让美国不紧急部署。 而双方对预见剑板弩张的情况,也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 甚至,已经有人表示,冲突或许将要升级了。 毕竟,一开始双方都还只是口头上的互不相让,但是现在已经在实际行动上有所体现了,这可能就是冲突升级的苗头。 而美国的这一做法,无疑会让形势更加严峻。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